四川异见人士前八九学运领袖丁毛和陈卫 最近相继被四川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 他们与四川作家冉云飞一起成为大陆首批 因为涉及中国茉莉花运动而被批起诉的民主人士 舆论认为当局想借此形成白色恐怖 严厉打压大陆的民主浪潮 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 前八九学运领袖四川民主人士丁毛 因为在网上响应和转发中国茉莉花集会的相关信息 2月19号被四川绵阳警方刑事拘留 3月28号丁毛的妻子冯霞被告知 丁毛已被正式逮捕 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与丁毛有望年之交的四川著名右派意见学者张仙吃对苹果日报表示 丁毛转发茉莉花集会消息无罪 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当局完全是莫须有 丁毛因此成为继冉云飞之后 大陆第二位因茉莉花集会而被正式逮捕的民主人士 他们同样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理由被逮捕 现年43岁的丁毛曾参加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 担任兰州高自连主席 后来被当局拘禁一年 1992年他又因为组建中国社会民主党被判刑七年 出狱后继续致力于民主运动 就在公众声援冉云飞和丁毛要求当局将他们释放的时候 同样也是前89学运领袖的另一位四川意见人士陈卫 29号被四川隋宁当局批捕 成为大陆第三位因茉莉花集会而被逮捕的民主人士 四川成为大陆严重打压民主思潮的地区 陈卫现年42岁 89民运期间发起成立北京理工大学自治联合会 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五年 陈卫出狱后继续从事民主运动 2月22号他被当局抓捕 根据大陆刑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旦罪名成立 刑期至少五年 在此之前 3月25号四川当局就曾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 众判四川民主人士刘贤斌十年徒刑 苹果日报报道 据海外关注组织指证 大陆至少有上千人因为参与或涉及茉莉花集会 而被逮捕拘留监视居住或被失踪 不少网民仅因翻墙到海外网站 就被警察传讯 网民形容这是白色恐怖前所未见 据不完全统计 除以被批捕的阮云飞丁毛和陈卫之外 还有6人被以煽动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刑拘 另有14人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名刑拘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分析指出 就在3月27号被失踪的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 获得总部涉于英国伦敦的言论自由出版组织 查尽目录的宾德曼法律与活动奖 报道说中共当局这时批捕阮云飞等人 有可能是借此对这一项颁奖活动进行对抗 新唐人记者李谦孙宁综合报道